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 7月28日 星期二 還有另一位 就是英國的手足 威文 大家好 我是威文 今天我們想討論一個話題 就是網易開了一個 可以說是投票 就是說 現在中美關係持續緊張 一旦爆發戰爭 你願意為祖國 捐出多少積蓄 那麼這條問題 其實大家 都會 即時說 為甚麼那麼膽敢問這些問題呢 那麼這條問題 其實就是兩年前的答案 網易已經被人完全收編了 現在就不會再問這些問題 但是 就被人找回以前的截圖 拿出來重新討論 指定 有三條答案被指定 第一條 叫做我捐一千級美國 這個是 網易江蘇省嚴城市的網友 當時得到731個like 然後 吉林省白城市的網友就回應了 就是我頂你 意思就是跟貼 大陸的頂你的意思 就是跟貼 我給美軍送情報 哈哈哈 有些像美軍內裂我大陸 沒錯 然後另外一個網友 叫做 打蘇聯 捐命一條 就叫做捐你妹 即是捐你老母 大陸的意思 那麼網友 一直以來 下面的答案全部都是這樣 這樣回答的 變成他們說 這個是民心所向 網友回答 令人十分感動 然後網友就說 有錢的捐錢 沒有錢的帶路 如果可以的話 把我的私房錢都交給美軍 他們說 作為社會主義接班人的我 把中南海捐料 好啊 接班人接的 他有權力的 我現在不接班了 我捐給你 老實說 這張圖的確是幾年前的 發現了是18年 大陸門戶網站 網友旗下一個軍事欄目推出的視頻節目 節目中就說 一旦爆發戰爭 你們以為 祖國捐出多少借蓄 老實說 這些問題其實之前我們也有討論過 中國現在 號稱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那麼有錢的國家 用什麼你的屁民捐錢 是不是 很多人 就會已經說了 他說 因為當時他們那個 那個 網站 其實想帶出一個訊息 美國每次打仗之後 經濟不但沒有崩潰 反而越戰越勇 原因是每次作戰 美國老百姓都積極捐款 捐資產 甚至是 女子也積極參軍 戰後國家又會給老兵肯好福利 確保一輩子衣食無憂 這個絕對是他們的錯誤 美國 美國的國民 是不是每次都捐盡家產 積極捐錢去打仗呢 不是 美國 是靠他的那個很龐大的國力 以及他的製造力 你說這個二戰 為什麼美國在 偷襲珍珠港之後 被日本人偷襲完之後 可以迅速復原呢 因為他的工業生產可以追得上所有進度 可以很快地恢復 當然現在打仗不是靠工業生產的 但是 現在是打科技戰 打訊息戰 現在的美國打仗已經不是以往一回事了 大家看到 打完波士灣之後 美國更加強大 然後到阿富汗 當然是阿富汗有一段時間 是來足心陷的 但是美國 的經濟不是靠打仗打回來的 大陸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們是 很多時候順了一面之詞 看到很表面的東西 就說那東西就是美國的全部 正如核子摸象 五個盲人摸了一隻大笨象 有個人摸著大笨象的腳 哇很粗啊 大笨象好像樹幹一樣的 大笨象就是一隻樹幹 然後另外一個摸著大笨象的尾巴 原來大笨象好像一隻蛇一樣的 然後有人摸到大笨象的牙子 大笨象是一個很硬的很尖的東西 所以 中國人基本上每一次對付他們對美國 基本上就是核子摸象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他們民間那種 那種無知 其實也是代表官方的無知 為什麼呢 因為官方就是把他們的無知散播給這個國民 把大陸的人民教導成很笨的人 但是 我想跟大家說 官方也是很笨的 大陸 最後是說了一套什麼 羅富齊家族 現在還是控制全世界的資產 隱形的 神秘的 還有光明會 還有那些什麼會 很多那些 共濟會 統領全世界 每一個地方都有 然後又控制 打哪一場戰爭 戰爭 這些東西 其實真的是大陸人才會相信這些東西 大家現在知道 以往的 美國的首富 基本上全部消失了 上世紀的首富 現在是有新一代富豪 例如如麥克風那些 或者是馬斯克 或者是那個 類似索羅斯那一席全部都有錢 對 我們怎麼說現在是新一代的 例如Google Facebook 亞馬遜 是這一群 現在亞馬遜已經排第1了 最有錢的 這群全都是新興經濟的 一堂有錢人 舊經濟 基本上全都抹落了 我們看到 就算不是沒落也好 他們的尺寸 經濟規模已經佔 現在的道指成分股很低了 我們看過波音飛機 可口可樂 他們的比例 他們的市值遠遠低於Facebook 就知道現在美國 是由新一代的經濟 是說的 其實美國是不斷進步的 只是中國沒有 中國哪裡有進步呢 在股市上有進步 學不了美國 就把那些不值錢的互聯網經濟 包裝成很值錢的經濟 例如 誰最不值錢呢 就是美團點滴 美團點滴 美團是什麼呢 是一家送外賣的公司 透過網上送外賣 但是每一宗生意是做一宗虧一宗 市值是幾千億 現在炒到百多元一股 大家想想 一家這樣的垃圾公司怎麼可以炒到幾千億 一家虧本的垃圾公司 只是靠送外賣 沒有實體經濟 他的實體經濟就是送外賣 但是做一宗虧一宗 根本就是不 Efficiency 完全沒有效率的東西 但是大陸就靠著這些經濟就在上市圈錢 因為他佔有得大 之前搞的那些 叫車公司 滴滴打滴 或是共享單車 所有共享經濟 全部都收屁 現在美團點滴 我也覺得是死鮑顏 有一隻美圖公司 當時炒到 一隻美圖公司 當時炒到800億 市值 現在全都掉下來 你值一個改圖app市 為什麼值那麼多錢 所以 大陸基本上全部都是以這個老千 是一個老千經濟 你看瑞幸咖啡 是不是已經是爆了煲 那麼我們看到 大陸 他對美國那種錯誤的認識 所以有這個問卷 他們認為 人家美國是及老百姓捐錢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問卷 如果一旦辦法戰爭 你願意為 祖國捐的多少積蓄 南韓人 當時大家如果有印象記得了 1997年南韓 這個叫做亞洲金融風暴 直軟南韓的時候 南韓人排隊叫做捐金救國 連和尚也排隊的 家裏的金色都拿出來捐給國家 所以這個國家是很 老實說 當然有些東西跟大陸人差不多啦 吃狗肉啦 打女人啦 男人打女人也大男人主義啦 說話 粗聲粗氣啦 一街吵冤吧 南韓人 但是 他們那種性格 是中國人學不到的 你看到他 現在的那個文化輸出 現在的韓式 掐贏了亞洲人 我們去塞浦洛斯 我們去希臘 去土耳其 看到那些店舖是 播放Kpop的 全部都是韓星的粉絲來的 你想想他那個軟實力是去得多厲害 這個是南韓人做得到 連日本人也被他超越了 這個真厲害 老實說 捐金救國 日本人也會有機會做 中國人絕對不會 國家有時候 第一時間當然是 逃跑的啦 叫做 大難臨頭各自非 我們看看這次 看到 他們的 調查 或者 網友投票 還有很多 說出中共的問題 就是例如 除了上面那三個評論之外 還有江西省的 虎州的網友說 祖國那麼有錢 還需要我們 捐款 貪官動不動幾個億 我連房子首富都拿不出來 大陸 在不斷製造 人們好像很有錢 全部都是紅二代 官二代 貪二代 江蘇連雲的網友說 我們跟誰打仗 我們為甚麼打仗 為了高房價 高醫療費 高教育費 還是退休傷鬼仔 另外有一個江蘇揚州的網友說 一定捐 給美國一萬美金 至於其他 讓特權階層 以待什麼的去做 我們這些屁民也沒什麼想法 北京市海定區的網友說 房貸都沒得還 還捐給你 下面那些越來越激烈 貴州的網友說 捐個毛啊 老子拍謝天早點來到 北京市昌平區的網友說 我雜窩賣鐵 我雜窩賣鐵 也兼一千級美國 大家可以知道 大陸的民心所向 其實一百年之前 大陸的民心是這樣的 現在是不是呢 我不敢說 因為大陸在這兩年加速了 文革化 是向左轉 是基本上回復無時代 現在大家都要 盡情表忠的時候 還有沒有人敢在這時候說這些話呢 我反而覺得現在再做這些問卷 未必有 也未必有 未必有 封殺 你留意那些言 一定會被人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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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覺得反過來又可以做 為甚麼呢 讓網友多寫一些出來 例如 如果中美開戰 我願意捐多少錢給他 我捐一億 我捐十億 我捐一百億 我捐一千億 每個都捐那麼多 然後問你有沒有 如果我有 當然不會捐給你 當然不會捐給你 就是我沒有 沒有我才會玩夠你 大陸叫忽悠 即是老點 之前我們經常說那個故事 說那個 斯大林 到一個農村視察 訪問一個老農夫 問他甚麼都願意捐 指著那隻牛 他說我不願意捐這隻牛 為甚麼呢 因為我真的有隻牛嘛 我又有車子嗎 我哪有農地呢 甚麼都被你充公了 我只剩下一隻牛而已 你說甚麼都可以給你 那隻牛我就不給你 因為我只剩下一隻牛 意思就是 你說那些假大空的話 我們就去附和你啦 啊好啊 偉大的先輩論公子 沒錯啦 如果我有一百億 我一百億都給你 我現在銀行一萬元 馬上都拿出來 所以說呢 大陸這個土地 人民 基本上現在是處於一種封閉 而敢怒不敢言的時代 我們看到很多人其實在心裏面明白 現在這個 是一個 快要倒的政權 但是也不敢亂說話 因為在他倒之前 他可能會首先消滅你嘛 所以 現在我們看 也不能夠覺得 太悲觀 因為我們覺得大陸人 其實會有很多人反抗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 拜拜 拜拜